黄埔军校建校的百年校庆 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以校友的身份出席 他很早就抵达了会场 在唱国歌还有黄埔校歌的时候 难得开金口放声跟着唱 尤其是韩国瑜看到身穿挺拔军服的国旗队 掌巨服国旗登场的时候 压轴还展示了黄埔创校以来四个时期的服饰 他全部都是看得津津有味 同时也跟高雄市长陈其迈 两个人有说有笑开心聊了很久 不过跟总统赖清德的互动 仅限于眼神交流点头致意而已 成为教兰兽的互动 哂耳 耳 指 人 为 억 我 火 里 火 统一折离部队 再一次再一次 立正 好舒服 好 在黄埔百年孝庆当中 国防部长顾立雄 也是陪同总统赖清德阅兵的 不过顾立雄在行扶手里的时候 左顾右盼之后 一度把这个手给放下来 后来他又把手放回了胸前 似乎是有点不知所措 针对这个举动呢 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就认为 顾立雄原本行扶手里是正确的 但是看了别人之后又放下 本来正确又变成不对了 一枪礼炮向统帅致敬嘛 那这个 二十一样礼炮会陆讯的发放 这个时候会待得比较久 那他应该是这个扶手里嘛 那扶手里的话 他稍微看了一下韩国瑜院长 但韩国院长他右手拿的是国旗 他没有办法做动作 他可能就拿国旗来做致敬 那他看那个韩国瑜没有动作 他就把手又放下来 那其实这时候要尽力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左侧的陆军司令 陆军司令他有这个 因为他穿军服 他有举手里嘛 那是举手里 没有错 那他可以是扶手 因为顾立雄他虽然是部长 但是他是文人 现在强调是文人理军 所以部长是有文人担任 不是没有任何君子 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应该 可能第一次他没有经验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是 就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那参考韩国瑜也不对 因为韩国瑜拿的国旗 是没有任何动作 因为他手上是有东西的 那就是行注目礼 那部长是手上没有任何东西 就应该用扶手礼 但是他在参考了韩国瑜之后 他又把手举起来了 那表示说他在这一方面 他不够熟练 所以等于说就是其实顾立雄 在这一块可能没有那么有自信 或者是说还没有准备好 会不会觉得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没有经验嘛 他没有经验 然后之前可能在仪式上又比较复杂 那他又没有经验 又加上宜程的这种复杂化 他就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那可能他扶手礼举了之后 他就不要再放下了 他不要再去管别人 那等到这个指挥官含礼弊的时候 他再放下就好了 你如果错到底也好 其实他那个本来是正确的 他又放下了 就变成他又不对了 那官家是他是没有经验 因为第一次还没有满一个月 我认为也不要过于苛责他 只是我认为他要在这一方面 要多做功课 因为军队里面的事情 有很多是细节 那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有很多的这些细节也好 仪节也好 礼节也好 他都有很多相对的相当的规范 不容易要按照这样走 因为毕竟军队是强调的纪律原名 然后动作其一 然后按照钞点来做动作 是有这方面的要求 跟外面完全是不一样 外面可以将就 但军队不能将就 军队是比较严谨 比较严肃 比较雄壮 如果是有一些犹豫 有一些在山 或者是拿捏不定 或者举旗不定 会造成官兵之间的一个划柄 那就不好了 我认为尤其是当部长 一定是动见观瞻 在这一方面也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要详佳地做功课 这样子举止行仪 大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可以做得正确 我给他一个经验 他应该在这一半好好的下功夫 好好的做功课 然后才会安之若述 举止都比较合乎 国军的各种的操点跟仪劫 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严谨哥怎么看说 那郭立雄今天整体的表现 会给他打几球 或者说怎么看他今天整体的表现 我认为他刚刚上任 因为上任的话 这个还没有满一个月 你不能过之 就是过于苛求他 我认为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换另外一个人的话 我想问他会更加的做功课 下功夫 因为刚开始 大家一定会把重点放在他 看他是不是认 有没有加勤就熟 有没有很快的上轨道 因为毕竟目前两岸的情势 不如以前 总是比以前来得紧促一些 然后在这一方面的话 要赶快的就能够 这个加勤就熟 这个深入主题 掌握重点 然后注重核心的这些目标 那这样才对 我认为毕竟不一样 那以前在其他的这些民间的团体 他比较是在社会化 那就跟军队不一样 军队是讲到的动作化 其一化 是强调的严整性 那在社会上强调的比较自由性 比较这种 没有像部队军队 讲到那么的严整 严肃 雄壮 威武 社会上不会这样 那所以我认为他一改 在社会上那种气息 要融入国军的大家庭 融入国军 毕竟他是个领导 国军的领导人 那在这方面 他要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重视 非常的小心 然后要勤做功课 这样子才能够快速步入轨道 国防部长郭立雄 昨天陪同总统赖清德阅兵 不过就在行礼的时候 被人发现感觉有点手足无措 对此顾立雄回应 他行扶手里的做法是对的 完整内容把时间交给林晨勇 好 什么立法院的遵御状况 昨天国防部长顾立雄 是跟赖清德首度到这个 黄浦军校这边来进行阅兵 但是呢 却被捕捉到这个画面 就是私宜在喊敬礼的时候 没有想到呢 国防部长顾立雄 他的手却不知道怎么放 不知道该如何行礼 所以被外界认为是不是部长太紧张 有点手足无措了呢 坚固立雄有最新的说法 我们一起来听 按照这个仪劫就是说 乐队要奏这个 对总统的致敬群的时候 我应该是要行扶手里的 所以我想我行扶手里是对的 这样 部长可以问一下 我给你们觉得 比如说那个 几乎接受中战的一件事情 是挑战然后求战 我们从来没有求战 我们从来没有求战 我们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整个战略就是 我们是以首次作战从政贺阻作为原则 那我们目标就是要逐次的削弱 这个可能来这个中共清台的 这个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 然后来让他的这个清台的 这个目标不能达成 好 肯定要顾立雄指出 他行扶手里的这个动作是对的 但是他因为这样子 有点犹豫不止的动作 还是引发质疑 而另一方面 昨天赖清德在致辞的时候 特别提到 马英九先前说的首战集中战 是偷乡主义 让马办非常的不满 马办就说赖清德 就是一个求战的总统吗 那么对此今天顾立雄 也对外界回应 他说我们从来都不求战 以上是我们接下来过最新 好 不过在百年孝庆当中 这个T政部也即将成为绝响了 退一少将历政杰就说 其实国军因为时间不够训练 同时人数也不够 这个军人的训练 他是由外而内的 他绝对不是由内而外 他跟教育不一样 教育我们讲说启发 对不对 然后讲说阴寻散导 诱导这种方式 那启发叫教育 那军事训练一定是由外而内 所以你看军人训练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些军事的标准动作 比如说敬离这个动作 对不对 就从外观的动作来训练 你从内心开始服从起 从外观里面 大家正部的整齐一致 来训练你这个 传结一致的那种气势精神 所以正部的训练在表扬 一个部队来讲的话 由外而内的一个训练精神 是在这个地方的意义 人数要多才好看 对不对 以前来讲的话 我们最后一次国庆阅兵 正部表演 大概一个正面 一个排的人24个人 我跟你讲 那第一个人数要很多 那24个人排成一排 你光要排整齐一起起步走 就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你正部走 动作还要一致 那非常难 那我讲到这边 我特别要讲到解放军 他们正部来讲 他们好看在哪里 他又人多 对不对 一个正面好多人了 一两百个人踢一个正部 举手动作白腿都一致 同样高度 其实那经过千锤百练 才练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国军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部队来讲的话 你就一年的义务期 你时间不够 训练出来正部 第二个来讲的话 人数不够 第三个我平常已经讲了 现在年轻也吃不了那种苦 那非常苦 所以说你既然训练不出来 也没有这么多人数 取消就取消吧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 胶原蛋白生态 买六盒就送五包 每日完胜口含定 买八盒就在加码送 十四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带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百分之十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一百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